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阳也很享受这种挂钩 2019年光州市井赛 深阳夺得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澳大利亚选手霍顿夺得第二 颁奖仪式上霍顿不愿与深阳一起登上领奖台 而是站在后面接受奖牌 深阳对霍顿的举动非常的愤怒 霍顿在2016年领约奥运会上 就指责深阳是个嗑药的骗子 声称自己与要检撑阳系的运动员事不两立 深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霍顿可以对他个人有意见 但必须尊重中国 深阳充满正能量的话 正是赢得中国爱国贼的顶礼膜 但2月28日 深阳遭遇了灭顶之灾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秘书长马修礼部宣布 三名仲裁员一致认为 得深阳进行反兴奋剂检查取样的工作人员 符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 而深阳对自己破坏反兴奋剂取样的举动 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因此法庭认为 深阳违法反兴奋剂的相关规定 并考虑到深阳2014年 曾因服用违禁兴奋剂而被禁塞三个月 裁决生阳竞赛八年 并立即生效 李布表示 深阳在30天内还可以就仲裁庭的裁决结果 上述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 深阳在得知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裁决结果后 感到震惊愤怒和不能理解 他称自己已经委托律师提起上述 很多观众朋友们想知道 深阳上述后方案的几率有多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深阳事件的由来 深阳现年28岁 2012年 伦敦奥运会 他成为中国男子游泳首位奥运冠军 深阳在奥运会 共获得三斤两银一桶 从2009年至2019年游泳四锦赛 深阳共获得11斤两银三桶 深阳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中国商业价值最高的现役运动员之一 2018年9月4日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对深阳进行飞行药检 因为廖检官的授权之子和协检官跨区域采协问题 深阳与三名药检人员发生了冲突 尽管检测人员警告 这样做会被视为违反兴奋剂检测规定 但深阳仍要求一名保镖去找来一把锤子 用锤子扎碎了完全封闭的检测泄样 后国际永连委托一个独立小组进行调查 调查报告认为 药检人员采样过程不符合正规程序 深阳为违反反兴奋剂条例 国际永连认可调查结果 2019年3月13日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了上诉 仲裁法庭的观点其实很直白 那就深阳在提供协议样本后 再将完整的样本保留在检测当局手中的同时 质疑检测人员的认证资格是一回事 而在长时间的对话交流和对有关后果的警告之后 采取破坏样品容器行动的方式 从而消除了在稍后阶段测试样品的任何机会 这是另一回事 深阳服用了兴奋剂吗 2014年他因服用兴奋剂被禁赛三个月 2019年飞行要紧因样本被深阳销毁而无法判断 为什么国际游泳运动员会认为深阳是靠服用兴奋剂取得的优异成绩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 那就是在兴奋剂问题上 中国游泳队是所有中国运动队中名声最差 劣迹最多的 仅仅90年代中国就有将近50名游泳选手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 1994年广岛亚运会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突击检查了亚运称的中国代表团驻地 现场满地被随意抛弃的针锅和药品震惊了国际社会 由此剥夺了多达11名选手的12块金牌 其中游泳项目就占了整整7块 紧接着在1998年澳大利亚亚伯斯游泳世锦赛场 中国选手袁元和他的教练进入澳洲海关时 被查出携带了生长基数 当被海关拦挤后 袁元当即夺路而逃 90年代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的数量 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人数的三倍 沈阳上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胜算有几何呢 目前国内主流媒体以及沈阳公开声明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但我认为方案的可能性为乎其微 甚至可以说不可能 因为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国际体育仲裁庭裁局 审理范围仅仅局限于 审理程序是否遵守了相关的规定 以及处罚是否做的适当 不会改变对事件性质的定义 据纽约时报报道 至CAS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成立以来方案率仅为7% 在生阳案公开听证结束后 仲裁庭已经向生阳国际永远 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确认 所有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正当性表示满意 综上可见 我认为生阳的游泳生阳应该很快会画上句号 这对生阳而言无疑是一个悲剧 但如果我们了解生阳的性格 也可以说这个结局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它只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生阳的性格可以以焦横跋扈来形容 有文章称他无证价实 手势恩师不服从学校管理 与队友爆发矛盾 在外国旅选手面前换勇库 世界赛事上公开辱骂亚军继军 临讲台上传个人代言商业品牌 暴力抗减等种种事件加在一起 如果不是奥运冠军 生阳一个人得到的骂声 恐怕要比整个中国男主加起来都要多 知名体育评论员张璐萍这样评价生阳 挑战焦横规则他赢了 挑战师徒规则他赢了 挑战赞助规则他又赢了 但今天他输了 因为世界不会惯着他 我们说完生阳再说说与生阳密不可分的中国 中国目前仍然被疫情所笼罩 湖北形势依然严峻 但中国其他地区新增的病例和死亡的人数都在下降 人们期待的拐点还没有到来 但中国人对于中国和他的领导人的看法 正在发生较大的反转 民意的拐点已经初步显现 如非典英雄德高望重的传染病专家 钟南山先生进来一些奇怪的言论 引起广大网友的不满 如他称新冠病毒疫情的发源地不一定来自中国 似乎在配合中共栽赃美国的阴谋论 同时老先生还与中国体育兴奋剂有着不解资源 因为他的女儿钟维越在20世纪90年代是国内游泳运动员 获得过世界短持游泳锦标赛100米蝶泳冠军 在1994年还打破短持蝶泳世界纪录 但令人遗憾的是 1994年在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钟维越兴奋剂了解陈阳系 他成为中国游泳选手里第一个被禁赛的运动员 但钟老先生毕竟已是八十高龄的冒蝶老人 并且还在疫情的第一线 我实在不冷心深究下去 只能说人非圣贤熟人不过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的崛起 这是事实 但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正常的崛起 是靠兴奋剂催大的崛起 何以见得 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 是服用了低工资 低福利 低人权和高乌兰这个兴奋剂 并达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变车 但习近平上台以来 走了一条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反的极权主义道路 拒不遵守人类社会通行的民主法治和人权规则 大国强势要行王道而非霸道 历史经验证明 中国第一个皇朝就大行虎狼之道 故然他一统江山 但难以持续 仅仅14年就飞灰烟灭了 饱受兴奋剂滋润的中国 十九大后就开始了快速的衰落 去年的中美贸易战 香港反送中运动 到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可谓乌漏偏逢连夜雨 传辞 又欲 定头风 中共和习近平服用了太多的兴奋剂 官媒近日紧急编撰出版了一本歌颂习近平和中共的新书 大国战役 从而引发了中国人的讨伐浪潮 有网友评论说 当武汉病毒的魔影 还在中国游荡 当感染的病人 还在辗转身影与病床 当人们还在为病死的亲人哀哭 而造成这场巨大灾难的中国政府 已经在庆祝胜利了 有网友说 现如今至少是武汉人民还继续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武汉各大火葬场 焚尸楼 仍在和伟大领袖一样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 但领袖的思路 明显已经进入筹备召开 抗议取得全面胜利的庆功大会的节奏 说领袖预计战胜自己制造的危机 以证明独裁的正确与专制的优越 一点没错 另有网友评论到 千家搞术 万户悲鸣 十四亿风尽 大江南北 路淡人西 神州大地 几层史前洪荒 没有追责 没有反思 更没有唱过 却急急忙忙唱起仗歌来 用无数人的家破人亡 尽足哀嚎 来凸显你们的伟大 直到你们的无耻 但没料到尽致如此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激烈批判中共 和他领导人的评论 发表在大国战役官宣文章的评论区 尽管现在新华社已经屏蔽了这些评论 但我们比较肺炎疫情发生前 与现在中国的民意 我们不能不说民意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苏小林先生在瘟疫另一种雪崩疫文中说 人类是一个命运的整体 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 你都必须自觉自律 以公正公义善待同类 善待同胞 善待生命 否则雪崩死 你也属于那一片雪花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